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深知婴儿产品能赚钱的公司,高层下令Lena Johnny,为人开发以爵士好必为卖点的婴儿产品系列,获得重任之后,Johnny获得提升的机会,升级坐到了主管的位置,也到了聘请秘书的级别。 不过,她聘请的女秘书Sabrina的确不怎么样。Sabrina小姐非常的神经质,开发婴儿产品当然要对婴儿的生活相当熟悉,可这几位都是没有经验,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。 为了了解婴儿的需要,他们需要和婴儿相处,也了解他们的所需。 三人之中,Wayne有婴儿恐惧症,一见到婴儿哭闹自己就会跟着发狂。 Lena是Wayne的女友,她为Wayne请来,儿童行为专家Bowie帮忙,准备帮Wayne消除恐惧症。 Wayne与Bowie顿时成欢喜冤家,更被不同类型的婴儿整到不堪忍受。 但Bowie与婴儿特殊的沟通,能力的确令Wayne心悦臣服,更对她产生特别感觉。 这时的Johnny却有些看不惯二人的行为,其实是出于妒忌。 她竟然以向Lena揭发二人暧昧关系的方式,试图让二人分开。 如果想观看更多视频的话,请订阅此频道。